大家好,这是我们家的那个无花果,无花果啊,无花果啊,能念成无花果吗?能有儿化音吗?我也不确定啊,让我想起来花果山,水帘洞,是吧?孙悟空 这个,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什么事都得小心啊,都得小心了,您自己的钱,是吧?您自己的钱,自己啊,辛辛苦苦挣的钱,可千万别撒手啊 谁啊,说出大天来,说的天花烂坠啊,说的是吧?再好听,自个儿钱啊,也别撒手啊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耳朵跟着软,哎呦,别人给两句好话,就当真了,就把钱给人家了 等你要的时候可费劲了啊,另外啊,别轻易跟别人合伙,啊,是吧?尽量别合伙 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伙计,啊,不对,叫买买好做,买买好做,伙计难搭啊 只要是啊,只要是跟别人合伙,一般最后都是不欢而散 反正在这过程中,就有人占便宜,有人吃亏啊,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是吧? 太多太多了啊 这个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吧 发生在西班牙马德里啊,最近不是疫情吗? 有好多人呢,买卖也不好干,然后呢,就跟家待着 跟家待着干嘛呢?就玩手机啊 然后有一位男士吧,应该家里边开了个买卖,也许是个百元店啊之类的啊 反正是小老板吧,就跟家闲着没事儿 没事儿呢,就上网聊天 啊,认识了一个美女啊,认识了一个美女呢 呃,就跟她说啊,你投资吧 投资什么呢?投资加密货币啊,加密货币啊,就就投啊,投完之后呢 这哥们儿也不是特有钱吧,就是说 自己家里边归了包追啊,家底就两万 两万块钱家底 后来呢,越投越多,越投越多,最后没钱了 没钱了找自己的亲朋好友 你看看没有,这就是贪心啊 哪有让你白占便宜的呀 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呀 哪有这好事啊 有这好事他不会找你 对吧 然后还跟亲朋好友,你看 他把别人都给连累了 把别人给拉下水了 跟亲朋好友又借了六万 哎,就投进了某一个账户 实际上这就是个套啊 那个美女就给她下了一个套 最后赔了八万啊 他有家庭 后来他老婆发现了 说你老跟谁聊天啊 啊,他说是个美女 人家是做加密货币的 啊,能挣多少多少倍 怎么可能 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这种事 是吧 这就叫什么 唐氏骗局吧 是叫唐氏骗局吗 是吧 这就是说,一开始 可能投一波 投两波能让你挣 啊,后来,对吧 庞氏,庞氏骗局 我说错了 不是唐氏 有一种叫唐氏综合症 是不是那种脑贪儿缺心眼啊 是吧 有的人不是脑贪儿 他也是缺心眼 对吧 千万啊 别那个什么啊 你看我这 我这个油管的这个频道 北京侃爷口述历史 是吧 不多吧 我也有八万个 是吧 八万零八百了吧 现在八万零九百个粉丝 对吧 也经常我的电子邮箱里边会有一些人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啊 就有这种什么加密货币的什么汇款平台的什么网络游戏的什么这个移民中介的房地产中介的各种各样的啊 我也隔三差二五能收到啊 但是我看有的自媒体人哈 他就做这种生意啊 介绍你这个什么加密货币啊 移民啊 他是吧 他有的在节目里边啊 或者他单弄啊 单门再弄一个东西 是吧 就是让让你搞这个 他们都不都不是白干的 这中间都有利益 是吧 但是我是一点都不沾边 一点都不沾 我一丁点啊 一丁点 一抠抠 一捏捏 是吧 一丝丝 一嚎嚎 一点点 我都不沾这些东西 真的 是吧 我现在保证什么呢 我尽量让我自己不吃亏 但是 是吧 同时我也不让我的粉丝 是吧 我的订阅者吃亏 我绝不误导任何人 是吧 包括比如说 反抗强权啊 什么这个 以卵击石啊 硬碰硬啊 对吧 你完全不成比例 对不对 你就把自己牺牲掉了 对吧 包括你的身家性命 包括你的财产安全 是吧 我不忽悠任何人 是吧 怎么样 够实在的吧 对不对 咱们没有任何坏心眼 是吧 没有任何坏心眼 就是让大家愉快点 明白点活着 当然也有人说了 啊 你就是忽悠我们了啊 你不是个东西 啊 你是个坏蛋啊 是吧 你也是口是心非 啊 你你不是个玩意儿啊 那就是您的观点 是吧 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吧 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认可你吧 也有人骂我呀 是吧 把我骂的是吧 狗血喷头 是吧 连人都不是了 那没关系 没关系啊 哎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人啊 被人坑了八万 哎呦 这有一苍蝇 是绿豆营吗 是吧 绿豆营 哎 他发生慢慢变紫了 这无花果啊 变紫了 彻底变成深紫了以后 就能吃了啊 起码结几百个果吧 啊 然后我们家那石榴树 有两棵石榴树 去年结果 结了大概五十个啊 今年冬天我们给那树下 给那个添加了一些 那个营养液啊 大概 今年要好的话 能有八十到一百个果啊 石榴果 可以吃这种鲜榨的石榴汁 是吧 哎 这也变紫了 这也变紫了 老百姓 是吧 咱们是老百姓啊 是吧 实在点活着啊 然后呢 本分点活着 知足常乐的活着啊 不要有非分知想的活着 别坑人 别骗人 是吧 脚踏实地的 实实在在的 老实巴交的啊 任劳任怨的 是吧 天道酬勤啊 普通人啊 普通人想发财啊 你没有捷径 什么加密货币 这个东西哈 不大 不大现实 不大可能 我从来对这些东西 不感任何兴趣 股票 是吧 原来我们的街坊 我的发小 又炒股 全民炒股 我一分钱也没粘过 那跟我一点没关系 是吧 我就卖我的大米 卖我的色拉油 花生油 卖我的带鱼 黄花鱼啊 渤海对虾 舟山带鱼 是吧 卖我的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是吧 这个这个雪碧 是吧 建立宝 海南岛的椰树牌的椰汁 河北成德的鹿鹿 山西大寨的河头鹿 对吧 就卖点这东西啊 新疆 库尔勒的香梨 辽宁盘锦大米 黑龙江五长大米 牡丹江火山口的石板米 是吧 卖点山东烟台的 洪富式的苹果 还有什么嘎拉 乔纳金 这都是苹果的品种 对吧 我送一天货 挣五百 是吧 挣两千 是吧 有时候不挣 还赔一点 我都高兴 是吧 什么股票啊 债券啊 什么什么期货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吧 我听着就脑袋疼 是吧 那东西都不是普通人能玩的 对吧 普通人玩不了那东西 普通人啊 你就受点累 流点汗 踏踏实实的 是吧 循规蹈矩的 哎 一步一个脚印的啊 老想着一夜暴富 哪有那好事啊 对吧 普通人没那么好的命啊 人家把规则 这里边的陷阱 这里边的套路 都时啊 提前早就给你弄好了 普通人尽量远离 是吧 干点实实在在的完了 最近我们这巴塞罗那 有一个华人啊 还据说坑了别人一千多万啊 据说已经跑了 是吧 这也很可怕啊 有很多人就是给他投了钱了 投了资了 所以啊 那就倒霉吧 是吧 一千多万 相当于人民币都一个多亿了 是吧 那有的人 可能就得损失个几百万 也许都上千万 是吧 你就是没那么多 你也得心疼好多年吧 对吧 谁的钱容易挣的 都是血汗钱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啊 不要有这种想法啊 所有的那个 什么股票啊 期货呀 什么债券呀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东西 是吧 我听着脑瓜人都疼 是吧 包括什么加密货币 都是扯淡 都是骗老百姓钱的 是吧 不管你在中国 你在外国 普通人 是吧 不适合搞这个